工作人員忙著補給早餐吧台 房客紛紛來用餐 住這裡也吃這裡 他們一塊錢卻都沒有花 大概十幾分的入住 那怎麼還會想到來住這個飯店 離上班比較近 每個居民可能就想要把這個錢用掉 就到父親的旅館去睡一晚上 雲林斗六泰新飯店 響應冬旅補助被說價格超狂 周日到周四入住 雙人房林園還付早餐 雲林憲民憑身分證就可以入住 一張大床搭配兩張單人床 能住四個人 建屋山度假大飯店推出暖冬架 四人房999元旦至今才一週 已經被下訂超過兩百房 每一天都有178個房間 本身訂單接進來的部分 這些訂單一定都是可以消化完畢的 訂單擁抱業者說 申請只限周日到周四的非熱門時段 加上房間數充足沒有再怕 小吃族最喜歡的一款方形 如果扣除了暖冬補助之後 一間房間大概只要480到980 基隆老字號三星旅館業 但每逢元旦之後到過年前 往往都是入住淡季 這回碰上國旅補助 老顧客新客群都看到了 補助方案確實在讓我們飯店的明日帶動了大概兩至三成的業績 建物山度假飯店一週業績已經成長四成 反觀三星的北部幅度只有一半 但是補助還有三個禮拜時間後事看好 不過如果出現滿房狀況 依照觀光局規定 必須在一月的活動期限內入住 否則無法申請 民眾搶便宜 旅宿也判人潮國旅話題 一波接著一波 三零新聞 廖宇德林俊華 許惠美基隆一龍報導